先当完事去备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挑选纹身式的环节了 首先就是拿穿你的想法 去各大平台上找到你喜欢的纹身师 首先你得承受他们以前的作品 就像挑水火一样 你得看看是不是又好看又心血 要是那些纹身 纹身弯弯弯扭扭 颜色深一块浅一块的 赶紧跑这师傅手里不行 然后呢打听打听 这师傅干了多少年 要是财作行没几年 你可别当他练食的小白手 经历丰富的师傅 那才是老江湖 对啥场面都见过 能给你准备的妥妥的 再就是跟师傅唠唠嗑 对 要是你说了半天 他听都听不懂你想要啥 或者只顾自己在那闲吹 估计那这个纹身室也不靠谱 你得找一个能跟你说到一块 给你好的主意的 千万不要忘了 瞅瞅他工作的那个地方干不干净啊 要是脏的像个垃圾场 公主也乱七八糟的 上去想吃 那可就惨喽 公主挑纹身 是想交对象 成大眼睛 别马虎 要不然 怎么办了 你哭都没有叫哭 在这个里面 丁丁画重点 就是千万不要跟别人 闻一样的图 现在松哥那个朋友 他给人设置了一个 玫瑰加老婆的名字 结果被别人闻了 一模一样的图了 完了 背着朋友的老婆 坐完了 你不背着死了 朱儿是要开心了 所以去尊重别人的纹身的独特性 对 你换位思考一下 你也不希望别人跟你闻一样的图 对不对